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功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千石加比尔尔,封天主察见,往加里勒亚一个名叫纳扎勒的增上去,到一位童真女那里。 他已经跟达伟家族中的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真女的名字叫玛丽亚。 千石进去对他说,万福充满圣从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 他听了这话,十分惶恐不安。 反护时,所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 千石对他说,玛丽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重信,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被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亲主要把他祖先大为的余座赐给他。 他要为王同意亚哥伯家族知道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种旗。 玛丽亚愿向天使说,这是怎么能成就的呢?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千石答复他说,圣神要将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避议你。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你为天主的儿子。 且看,你的亲戚伊撒波尔属成不生育的, 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 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 玛丽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 愿你所说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吧。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每次听到这篇福音就是圣母领报的这件事。 我们只是想到圣母的福从。 就是每次说,讲到玛丽亚就是直接说我愿意。 但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是要补充, 但是我们不能单单没有去好好想而去服从的。 不然呢,如果我们是没有想清楚服从, 我们的后果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如果我们看这篇福音, 真正看的话, 我就发现到圣母其实他服从之间背后还有发生几样东西的。 华文的福音,它版本是其实版译没有这么好。 也是因为英文的,它有些字没有翻译到好。 但是第一件事发生的就是听。 因为英文的福音的版本,它有写这个字听的, 但是这里是没有写到听。 但是天池来的时候, 通常如果我们真的有遇到天池, 如果真的有遇到有一天, 有会遇到, 我们也有很多问题的。 有会问他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来,你怎么样来。 但是圣母他是没有问这些问题。 他只是听坚实的宣报。 坚实所说的,他也是听。 他没有问这么问题, 还有问最后是问几句问题而已。 但是他整个福音里没有看到他说一句话。 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听, 他就是真的愿意去听。 第二,就是接受。 他听了过后, 他也没有说我不要,我不要, 你快走,我不要听这些东西, 我不想听。 我拒绝你,没有。 也没有说真正的说我接受。 但是他问这个问题, 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 已经代表他已经接受了天使的话, 但是他还有一点问题。 所以他听了过后, 他就说我接受你说说的话, 我接受你是从天主派来的, 但是我还有几个问题。 问了过后, 其实不是怀疑, 他没有怀疑天使的话, 他没有怀疑天使的话, 他只是好奇, 为什么, 怎么样会发生, 我不认识男人。 不认识男人这个字就是, 不是说我他不认识男人。 就是说, 在圣经里面不认识男人, 或者不认识女人这个字就是, 没有跟他们有那种夫妻关系。 所以他是说, 我还没有结婚, 怎么可能会生孩子。 他能够接受, 但是他需要坚持给他一种肯定的答案, 他才能够相信。 所以他就听了, 接受了, 坚持已经解释给他听, 他就相信。 相信过后, 他才能够说, 愿你所说的话, 发生在我身上, 成就在我身上, 就是服从。 如果我们看这四件事, 听, 接受, 相信, 服从, 我们自己有没有通过这四样东西。 我们每次祈祷, 但是我们当作祈祷是什么? 就是一直要求东西而已, 对天主说, 你给我这个, 你给我那个, 你给我这个, 你帮我帮我帮忙。 但是, 每次, 如果我们每次讲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听? 我们生出来是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的, 不是两个嘴巴, 一个耳朵。 所以, 我们应该听的比讲的多。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天主怎么可能能跟我们讲话? 所以, 有时候我们祈祷, 什么都不需要讲。 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听, 天主要跟我们讲的一些话。 不然的话, 我们一直去讲, 讲, 讲, 有时候不要祈祷, 我们手机啊, 什么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 让我们等没有给天主一次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去听? 有时候是我们不是说不要听, 我们害怕, 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天主的旨意。 因为有时候他的要求我们觉得太高, 我们做不到。 但是, 如果天主给我们他的旨意, 他也会赐给我们力量, 勇气的, 还有恩宠的。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勇敢不勇敢接受天主的旨意。 我们每次念天主经的时候,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肩上。 但是真的是愿天主的旨意吗? 有时候是愿我们自己的旨意奉行在人间的。 所以, 我们如果愿意听, 我们也应该愿意接受天主所给我们的一些使命。 然后, 如果他给我们一些使命, 他也是给我们恩宠的。 我们要相信, 他会一直跟着我们走。 有时候我们说, 天主不在我身边, 我感不到天主, 我祈祷的时候, 到我困难时候, 困苦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天主。 但是, 感觉不到, 并不代表他不在。 可能是一种考验。 所以, 我们要相信, 天主是在我们的身边的。 他一直陪伴着我们, 自然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感觉可能会骗我们的。 最后, 相信了, 就我们能够服从他的旨意。 他的要求不会很高的, 他是跟着我们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才华, 有自己的能力。 他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 看圣母玛丽也是一样的。 天主没有说, 你要做这个, 最多那个没有, 只是你能够做的就是, 怀孕。 就是怀孕一个圣子出来。 那么简单, 做得到的。 所以, 我们就是要一次, 祈求天主,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恩宠, 去听, 不只是讲, 听他的话, 然后接受, 相信, 他是要为我们好的。 而且, 我们听了之后, 就勇敢地去服从。 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庆祝圣诞节, 让耶稣基督的来临, 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恩宠。 Now, just a short summary about the Annunciation. Since the Gospel today is about the Annunciation, when we talk about the Annunciation, we only think of one thing, which is Mary's fiat, or her yes to God. Because at the end, she says, I am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 be done 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But is it just that? Obedience is obedience, but obedience cannot be blind. There has to be some process that leads to that profession of obedience. And so, if you look closely at the Gospel, now the Mandarin translation doesn't have the word listen, but if you rea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Daniel Gabriel will say, listen, but here it's not.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she did was to listen.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gel was of course shocking for someone to have never seen one, but she never asked any questions. Maybe she was too afraid, but nothing came out. So, all she did was just to listen, to listen to what the angel had to say. And once she listened, she accepted it for what it is, something coming from God.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she accepted it fully. She still had something to clarify, which is why she asked the question, how can this happen? It's not because she doubted, but she just wanted clarification. Because she says, I know no man. So, that part requires faith. That part requires belief. When the angel explained to her what happened, the Holy Spirit overshadowed you, then she believed that to be true. and only then she can profess her obedience. Now, if that applies to us, listening, accepting, believing, and obeying, how does that affect our lives? Very often, we like talking more than listening. We behave as if we have two mouths and one ear. But, the fact is, we have two ears and one mouth. So, whenever we pray, sometimes we talk and we talk and we talk and we don't allow God to talk. If we don't allow God to talk, how do we listen? So, it takes a lot of discipline to just quieten ourselves and listen to the voice of God. But, sometimes it's not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listen. We are afraid of what He's going to say to us. But, be not afraid. Like Mary, she was afraid but she still accepted it for what it was. And so, when God speaks to us, we too accept His word as it is. And,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God will never ask more than what we can do. All of us have our limitations but all of us also have our strength and gifts. And, He will not ask us to go beyond what we are able to do. So, believing that He is there for us, always to be with us, to accompany us. And, with that belief, then we can live in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God. Not to our own will but the one who gives us that will. as we approach Christmas tomorrow, the bir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y that the grace of Christmas will transform us to be more and more like Christ so that with courage and obedience like the Virgin Mary, we will listen and continue to listen to accept, to believe and to obey the Lord in every day of our lives. Thank you.